以后民众不小心从国外携带超量烟酒入境 不必担心有牢狱之灾 立法院财委会昨天审查烟酒管理法修正案 重点在于除罪化 取消民众行责 只有行政罚金 因为一般民众很多人不知道 超带烟酒回国会有牢狱之灾 多带一条烟就会被当作走私犯移送法办 修改之后的财政部版本 以经送立院决议